请各位先把那个问题02打开之后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几个比较 大概有总共有六个栏位 那这六个栏位里面的话 大家编号目前没有编号 那当然如果说第一个 我希望把这个编号自动帮我全部编完的话 那而且呢我要那个编号是4嘛 比如说000001好了 就是说呢 如果个位数就前面补三个0 反之就是四位就对了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当然我如果要快速编这个号码的话 之前我们是直接向下填满了 不过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用公式来先帮我预先编好的话 那我可以利用那个第一个 可以用什么呢 用检视与参照里面呢 我可以先抓什么 抓那个弱函数 那弱函数的话呢 当然它按确定之后 它会抓到现在是第几列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如果当然编号从1开始 那我就可以怎么把2减掉1 按打勾之后 当你把它向下填满 用肉来编号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以后的话呢 你自动抓到 那个它现在所在的列 把它减一就可以了 那另外当然呢 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它是4嘛 比如说我是 1的话就是前面补三个0 然后如果是10的话 前面补两个0 一时类推 那这个地方 刚刚你们可以利用什么 插入函数里面 如果它做格式化 我是建议啦 这个在论文班里面有提到 你可以用那个什么呢 文字函数里面 有一个叫做test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 其实理论上我觉得它叫test 反而不如叫做 VBA里面有一个类似的函数 它叫format OK 因为它其实 你叫test的感觉上文字啦 不过其实它主要的用途 其实是叫format test 就是把它做格式化 那当然它能够做到什么 什么样的复杂的这个应用 基本上 你如果说要针对那个各式各样的格式 其实都OK 那最简单如果是4嘛 就补4个0就可以 因为前面有讲过嘛 3个0就变成它会自动补 那如果说呢 你除了说用在像补0之外 它也可以用在什么呢 你这边你可以按下那个 底下有一个函数说明 它里面呢 比如说你今天呢 输入的资料是这样子 那如果说你希望将来变成一个dollar时符 就是货币的话 而且这个货币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输入像这样的格式 这个是后面它的格式 那比如说你两码就点00 那你会发现它自动帮你怎么样 帮你把它四手入 这个格式套用之后的话 它会把这个value变成像这样的格式 OK 而且也四捨五路 那另外特别注意哦 经过test之后 它跟那个按右键出现的格式设定还蛮像的 只不过那个格式设定哦 它是表面上改变 但是经过test之后的话 它是真的帮你转换回文字了 格式化之后的文字 OK 所以另外当然除了货币之外 像那个日期 也可以用这样 那这边有日期啦 前面我们用过那个什么 什么AAA 这个不过它把它改成D 那这会显示成星期几 另外的话 当然时间也可以 百分比 OK 你这边也可以显示出来 那当然呢 当然底下是有一些相关的范例啦 如果一般性使用 我想你可以参考 或者稍微做一些修改 应该也可以格式化你 格式化成你要的跟那个样子 另外我觉得它这边还蛮方便 就是下载我们的范例 你这边有个下载那个范例档 如果说有一些可能更复杂的那个格式 你实在是想不出来怎么做的话 你把它下载 这个档案里面还蛮丰富的 里面有一堆的那个范例 就是你要格式化成什么 你可以参考里面的格式 它会自动帮你把它做出来 不过我们今天这个部分 不是要这么复杂 我们很简单 我们只要怎么样 把刚刚的RAW-1放在value里面 后面formate test就是双引号加4个0 然后再加一个双引号 这个是它的formate test OK 那这个formate test怎么来的啦 我前面也讲过 你可以用按右键出现格式4个0也可以 只不过你放在这边前后要加双引号 在出现格式里面不用前后双引号 OK 按确定之后它自动帮你格式化成0001 那向下填满 这样的话呢 全部都帮我格式化好了 那今天大概第一个 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如果未来前端人员的每一个 有点像计销存 每个前端业务人员的 他都要输入一些东西的话 那你应该怎么样 让这个输入的部分呢 第一个 有办法就是自动化 因为你如果说呢 要他自己去寄哪些产品的话 其实我有的时候 但是产品名称呢 最好是用下拉清单 让他只用挑的 第一个也不容易错 第二个的话 产品名称多的话 那这样他也不用去背 OK 第二个的话 那理论上 应该是输入 这个最低一个 可能需要这边做下拉清单 OK 那怎么做下拉清单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当他选了其中一个产品之后 理论上应该要自动带出两个东西 他不可能自动去打编号 也不可能自己去什么 输入他这个产品的价格 因为产品的价格是固定的嘛 对 所以理论上应该是什么 当他输入用下拉清单 选了一个产品名称之后 他应该要自动带出这两个东西 那他怎么自动带出来 另外呢 后面有个数量 这个栏文名称的数量 输入数量之后的话 自动带出小记 然后呢 他的地区的话 再利用下拉清单 让他输入 这个大概第一个 如何做下拉清单 第二个是自动带出资料 再来第三个就是说 当你做完之后 理论上就是说 其他不相干的栏位 应该把它保护起来 不要让使用者随意的输入 他能够输入的就是那些 可能比如说像产品名称 还有数量 还有地区三个资料 其他不要动到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所以首先呢 第一个 请各位先把那个 这个肉 不过因为我们练习的话 我是觉得如果 一千多比太多了 干脆先把什么 Ctrl Shift向右向下 再delete掉好了 大概留个十笔就可以了 从第十一笔下 先把它delete掉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达到输入自动化的目的 其实一般 要不就是直接 你用那个 直接在share里面 让它输入 要不第二个就是什么 你在做个表单给它输入 不过我们先从 这个直接输入来讲起 那首先当然 如果我今天呢 需要让它自动带出资料 这个地方我需要做一个什么 清单给它 也就是这个下拉清 那下拉清怎么做 一一先插入一个新的工作表 在这边 输入一个什么 也许你的名称叫清单好了 这个也许先 先不要删除好了 先让它留着 把品名跟单价这两栏 品名跟单价这两栏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到清单里面 并且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 你利用什么呢 利用资料里面的移除重复 因为我只要留下不重复的资料的话 那我可以用移除重复 那有标题这个打勾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就留下什么呢 五个 也就是这家公司 它总共有卖五个产品 第二个清单什么呢 地区 这个地区我将来 将来呢 也需要让使用者自己去做下拉清单 所以一样把它贴上之后 利用移除重复 记得资料里面移除重复 然后呢 要不要扩大呢 不要扩大 就是这个范围 移除重复 有没有标题呢 有标题 所以标题打勾 按确定 那也就是我要先怎么样 先做这一个 然后将来的话呢 自动带出这一个 那地区的话呢 当然这有个地区 将来下拉清单也会出现 那另外呢 你干脆因为等一下V的函数 我们会什么 当它输入其中一个品名 自动带出单价 所以呢 这个对照表 也把它稍微增加一下 这个叫做 这个范围也许叫品名对照表 那其实名称的话 你直接在这边输入 输入完之后 当然你可以从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一样可以看到 不过这边有几个 reference 效 你可以把这个 这两个 干脆先删 这两个没有用的 先删掉 把这个删掉 那我刚刚建了一个 叫品名对照表 另外的话呢 等一下我要做下拉清单 所以我要把品名这个 建一个名称 那建名称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选取这个范围 从选取范围建立 顶端列 因为顶端列就是它的名称来源 然后按确定 然后地区的话一样 从选取范围建立 顶端列 按个确定 然后呢 我们名称管理员基本上会有三个名称 第一个名称是品名对照表 就这一个 第二个名称呢 就是这个名称 底下这些 第三个呢 就是地区 那地区的话就这几个 那我们待会需要做什么呢 也许你就留下干脆实笔就好了 大概001到01好了 底下的话我们来做练习 那我希望做了什么呢 我希望就是说 当我这边下拉清单一个之后 自动带出编号跟它的单价 当我输入数量的时候 自动带出小计 因为数量是其实就是 把数量成单价 就是它的小计嘛 那最后呢 地区可以让它向下 自动下拉 OK 达到那个输入自动化的目的 OK那请各位 先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